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村在修木 二狗在村头捡到一个小木盒 向我们炫耀 我们羡慕不已 那天我和亚旦走在放学路上 正巧路过施工现场 挖掘机在前面工作着 我们快步向前 发现挖掘机旁边 竟有一个黑色小木盒 还有很多散落的木头 随着挖掘机铁铲工作 一根酷似奥特曼变身器的白色棍子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俩偷偷着跑回家 我手拿变身器微风淋淋 一路上我们变身城 各种奥特曼 玩得不亦乐乎 落日余晖 还有阵阵鸟鸣声 徐徐的山风吹鼓着我俩 此时已经完全忘记 我考了倒数第一的后果 傍晚时分 我们回到家中 老爸看着我手中的玩具 大发雷霆 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就是一顿耳光 直到打得手麻的时候 才停下 还没收了我的小木盒和变身器 并且警告我们 不要再去那件东西 但是从小爱琢磨的我 以为老爸把我宝贝 抢了自己留着 我们再次跑向村头施工现场 看看还能遇见什么新的宝贝 我们来到村头 发现那边散落着各种木头 有一块木头 格外亮眼 轻轻敲击 感觉很结实 做成鞦韆 更合适不过 只不过运输是个问题 这块木头实在太过于沉重 思来想去我叫来二狗 助我一臂之力 只见二狗骑着特家货三轮车 风风火火的赶来 我接连夸赞二狗 这个运输方式 我简直是太喜欢了 一会制作完成 绝对带你一起玩 我们又跑到村长家小卖店 买来一捆绳子 和制作所用的工具 当村长看到我们那块 长方形木板之时 满脸震惊和疑惑 我也是完全没有当回事 飞速跑向村口 那棵大树下面 我和二狗抬起木头 亚弹穿针引线 一切看着是那么的有条不紊 路过的小伙伴 也纷纷好奇我们要干什么 我说我们在制作一个超大的鞦韆 小伙伴们顿感兴致上头 也纷纷加入我们 在制作过程中 我们其乐融融 结束时 水仙丸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二狗说 运输工具是我出的 我说 这块板子是我出的 二弹更是直接趴在上面 死死抱着板子 最终我们通过国际认证 以最公平的剪刀石头布的方式 终于决定二狗先丸 我是第二个 二弹第三 亚弹第四 但是要说二狗 真是一条死狗 他仗着自己脑子不好时 跳上去就不下来 这时急坏了亚弹 亚弹随即抓来石头 扔向二狗 二狗也是迅速反击 就这样他们二人扭打到了一起 我趁机窜上木板 惬意的玩了起来 这时从地里回来的老爸 看着我们 亚弹和二狗打得不可开交 而我悠闲自得的坐在那块板子上 老爸顿时抱走 气哄哄的走了过来 但是年少无知的我以为老爸要抢我玩的秋千 我也是没有手下留情 专打老爸下三路 老爸被打得捂着当 在原地跳起街舞 周围的小伙伴都愣住了 亚弹更是看着间隙 跳上秋千 自顾自的玩了起来 老爸强忍着痛苦 朝着那块板子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给老师打了一通电话 给我请了一个月假期 我也是被老爸打得在医院躺了一个月 不过至今我还是不明白为啥老爸 因为一块破板子对我下手这么重